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今年大年三十的春晚 没有猪 这几乎是大家讨论的 猪年没猪 我们节目中原来早就讨论过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比较有趣 我们得合着说了 另外一个问题比较有趣 就是刘谦 刘谦应该是台湾人 他是做魔术的 叫什么 魔狐 后来说那个魔狐的这个魔术是欧洲人传过来的 他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从来我没看过 但是被人家传到网上的视频 您可以看 那魔狐是一个小二在下面给递给他一个壶 背后一个摄像机 正面一个摄像机 所有观众在台上 观众在台上 拍摄的那个人应该是一个观众 应该是个观众 所以所谓的魔狐就是底下他给递给一个壶 就给变出来 变没了或者变出来 那是一个完全 完完全全穿胖 那不 其实我以为不叫穿胖 那是完完全全骗 整个中央电视台合伙一起骗 把看春晚的所有人当猪 骗 而且呢 那种拍摄的状况 他连灯光演示都没有 你哪么在灯光按一把 你手头快一点 就是你在灯光上遮掩一把 人家也说 这是个魔术 怎么眼前一黑 这壶就拿到手了 你起码也得这样说一把吧 他没有 他是在直接拍摄的过程中 那爷们从下面把壶就这么 就这么给递过去 模糊 但我原来看过刘谦的一些其他的魔术 就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你像硬币啊 贴到玻璃上这些 好像他也做过 日本有不少这样的街头的艺人 就是你 我现在叫街头艺人 就是可以在公众情况下 做这些魔术的 蛮多的 比较近 在我原来的这个周末视频中 跟大家也引用过 在那个日本在那个鱼铺上拿干鱼 割手里这么嗚嗚嗚嗚嗚 那鱼活了 你看不出来 他是怎么换的 但他鱼活了 拿瓶水攥在他手里变成冰了 这一瓶水是冰了 汉堡包 Burger King Burger King的广告 他从广告上 把那个 其中一汉堡包从广告里拿出来 还真得给人钱 拿出来 那个广告 那个纸那变成白的 他真拿着一汉堡包 这些都有 在欧洲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人 那原来有 现在这个人不再出面了 像腾空这些 就我个人来讲 我以为 曾经很多这些人是有本事的 只能叫曾经有本事 那 日本的那个魔术士 有另外一个魔术士 在街头 也出来演这些东西 我以为刘谦 在某种环境中 曾经是有本事 而不是单纯的说 魔术全是骗子 我不相信 有些本事 他就知道怎么玩 但为什么可以这么玩 不一定清楚 那他现在明确骗了 这从底下递个糊给递上来了 他为了赚钱 为了跟党国弄在一起 大陆钱好赚 大陆钱好赚 人家印完钱就给他了 所以为了挣钱 他也就这么做 那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 他的本事在消亡了 当他忘乎所以的时候 当他跟中共 共产党连在一起的时候 他背后 那个本事的背后的生命 离他而去了 他就只能下面地狐了 BBC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19年春晚传递出五大信息 这BBC挺能开玩笑 国际媒体观察铺 香港台湾的家 中国的海外地区和海外华人 应该回归中国大陆 很多片店用家作为北京的隐喻 描绘地区和个人 回到家庭的怀抱 妈我回来了 你党是他妈 彭丽媛唱过 彭丽媛唱过 回到家就是中国梦 所以妈是已遇 做梦呢 如果都是海外坐船回来了 那叫陈州策判千帆过呀 不欢迎外国人 不欢迎外国人 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国演出 实际上 除了一个小小队来自于斯洛文尼亚 和匈牙利的篮球队员 没有一个老外参加 这是一种排外的情绪 这里面有着八国联军的概念 就是义和团的概念 在去年十一月份吧 十月时是十一月份 新华社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 义和团的民族气节 义和团的民族气节 所以他没有不欢迎老外 是义和团的宣传的精神过来 你现在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围绕着华为出现 围绕着华为出现就是义和团 中共采取义和团的概念 没有猪 没有猪 每年有春联 进入农历新年 一定会提到十二生肖当中的生肖 去年有狗 今年没有任何猪 其实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出现过一个顽强猪 大概叫顽强猪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有只猪 砸的给砸了 但那只猪愣没死 很大一只猪 他都没想到用那只猪 二 那是四川大地震 08年 那是08年 他说在今年春晚中 只有一个喜剧小品中 出了一个小猪配齐的钥匙圈 其他节目完全没有猪的形象 我个人觉得他已经相当不得了了 BBC观察相当不得了了 在整个评价中 应该说根本没有任何猪的概念出现 没有任何猪的概念出现 在我眼睛里 这应该是跟习近平有关 我们节目中早就跟大家说了 猪年没猪 中非命运共同体 说在先 非洲猪瘟在后 把各地的猪都死了 而到现在 他的宣传口号 非洲猪瘟只死猪 猪肉煮熟了随便吃 国内就这么宣传 所以国外包括台湾完全封杀了 而习近平上台 2007年 顶掉薄熙来 他上位成为了接班人 是猪年 那是猪年 1911年 大清王朝崩溃 中华民国成立 猪年 这个太绝了 所以 而在属性上 习近平属蛇的 属蛇的人 在猪年 万事不顺 有麻烦 所以习近平出了个麻烦 他的政治生涯 走了12年 赶上了本命年 猪 他的个人属性 碰上了猪 我以为是跟这有关 交通里程碑 展现了中国在交通运输方面的飞跃发展 显示了国家实力 驴尾巴拴鸡蛋扯淡 有人说不对 你西服穿的再漂亮 你依然是吃喝拉撒睡 你西服穿的再漂亮 依然是吃喝拉撒睡 所以 他跟肉有关系 他跟肉没关系 他真正反映的是生命的境界 穿西服的大流氓 便街都是 洗澡堂的很少有流氓 全都关不留条 没错吧 流氓不在澡堂的里头 流氓都在健康娱乐中心里 我觉得这句话很经典 健康中心里面 娱乐中心里面流氓太多 澡堂的里面赤裸相见 很真诚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生命的真实表现 年轻人应该点赞的新时代 点赞的新时代 猪年没猪 这句话在微信微博 是违反当地法律和条规的 是不许发的 赞你个大头鬼呀 所以我以为 春晚的最突出的一点 猪年没猪 没有机会 没有未来 什么都没有 大家就叫什么 再劫难逃 2019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